HELLO, 大家好, 又是我Donald 其實有時下班回到家裡有點累 都可以拿一些很簡單的食材出來 煮一道很好吃的菜式 這個菜式是什麼呢? 就是瑤柱蒸水蛋 做法一點都不複雜 而且還很簡單 我們看看要用什麼材料 先來看看做法 首先我們先處理乾瑤柱 用清水洗乾瑤柱表面的髒東西 再加入大概半碗的清水 將它浸住 為了令瑤柱快點軟 我們就會用隔水蒸的方法 蒸它20分鐘 其實還有另一個方法 就是將瑤柱用水浸一晚 隔了20分鐘就可以關火 將蒸好的乾瑤柱拿出來攤冷 攤冷的乾瑤柱 就可以用一條匙巾把它拔出來 乾瑤柱的水 記得留起它,不要把它倒掉 壓到碎了,就可以放在一邊備用 到處理雞蛋 我們會用三隻雞蛋 將它打到一個涼杯 而涼杯的目的 是要令我們知道 究竟我們要加多少水 用涼杯量了三隻雞蛋 是有200毫升 然後就可以倒進一個深的盤 用叉把它發均勻 蛋漿和水的比例是1比1.5 首先我們會加上蒸好的瑤柱水 然後加入200毫升的清水 各位網友都可以用清雞湯去代替清水 但留意不要再加鹽了 最後就是把蛋漿發均勻 在發蛋漿的時間 會產生了很多泡 我們就要拿隔篩出來 把泡隔走它 如果不把泡隔走 蒸出來的水蛋表面 就會有一個個氣紅 就不漂亮了 蛋漿都過了篩 我們就可以把乾瑤柱碎放進去 各位網友 把乾瑤柱碎放進去蛋漿裡 還有少許泡在表面 那怎麼辦呢 我們也可以拿一條匙巾出來 把它拔走 我們拿這個水蛋去蒸 其實之前都有一個很重要的步驟 就是要用一張石紙包著整隻碟 石紙的作用就是不會讓蒸的時候 有倒汗水可以滴到水蛋裡 如果沒有石紙 其實也可以用保鮮紙去代替 用隔水蒸的方法蒸10分鐘 過了10分鐘 我們就可以關火 接著就可以拿開石紙 看看蒸成怎樣 如果想水蛋再好吃一點 我們就可以把它加入麻油和醬油 如果想它再漂亮一點 我們就可以把蔥花灑上面 我們這個瑤柱蒸水蛋就完成了 我們還有很多其他精彩的食譜 你快點按上面的連結看看 就到這裡 多謝收看 大家記得like 和subscribe我們的channel 還有按下一個鐘仔 就會第一時間收到我們新片的通知 下一個鐘仔